牛肉,又称红肉,是从牛身上获得的肉 牛肉是世界第三消耗肉品,约占肉制品市场的25% 美国、巴西和中国是世界上消费牛肉前三的国家 在中国古代,牛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 一般是不能够随便宰杀的,所以牛肉也比较珍贵 牛肉营养丰富,含有蛋白质、氨基酸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以及钙、纳、心、萌等营养成分 此外,牛肉中还含有大量的铁 多食用牛肉有助于缺铁性瓶血的治疗 食用牛肉还可以补充益气、增长肌肉、化痰吸风以及预防衰老 另外,牛肉的脂肪含量较低,不仅是低脂的亚油酸来源 还是潜在的抗氧化剂 那么,牛肉是与哪些食物进行搭配呢? 牛肉和土豆搭配,可以保护胃肠黏膜、增强身体体质 牛肉和鸡蛋搭配,能够促进血液的精神代谢、延缓衰老 牛肉和芹菜搭配,能够降血压、降胆固醇 牛肉和鸡皮搭配,可以促进食欲、增强体力 牛肉和剑蓝搭配,可以养肝明目、增强身体免疫力 在生活中,牛肉还有哪些常见的做法呢? 土豆炖牛肉、红烧牛肉、水煮牛肉、番茄牛肉羹、自然牛肉等等